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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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我是德瑞克 今天的話我難得回宜蘭 一趟我是宜蘭人 那這次回來的話 其實我就是想要說 去吃一些我以前在宜蘭市長大 二十幾年來 在宜蘭市常常會吃的一些下午茶的小點心 那這一系列的話 我會先從蔥油餅開始 那蔥油餅的話我是介紹宜蘭市 然後是正規我自己個人的 喜好所以並不是說 代表整個宜蘭它真的就是 這些蔥油餅好吃而已 其實宜蘭蔥油餅好吃了很多 但是我現在只是局限在說 我平常從小到大 在宜蘭市吃的蔥油餅類 那我這一個蔥油餅類 我會分上下級 因為蠻多間的 好像五間還六間吧 我只要介紹給大家 忘了跟大家講 其實宜蘭的蔥油餅 主要是分成兩類 一類的話是屬於薄皮的 它是薄皮的 然後煎的主要是吃它的 那個油蔥香跟蛋香 那另外一種的話是屬於圓形的 比較厚的脆皮 那今天我們第一家 先來吃吃看脆皮 那我們來吃脆皮 脆皮的是在前面這一個 東門夜市這邊 這個是以前我 假日的時候 來東門夜市逛 最後都會買這一個回去吃的地方 然後它是屬於圓形的 最近從以前到現在都一直要排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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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板我要一份加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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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